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系最难以理清 要知道一开始张无忌的心里只有芷若妹妹 周芷若对她也非常心疑 但是经过一系列事情的变故 张无忌慢慢的对周芷若改观 发现她不再是当初那个善良单纯的芷若妹妹 反而是赵敏的直率和真心走进张无忌的心里 很明显张无忌遗情别恋了 然而张无忌明知道自己已经没那么爱周芷若 后来却还和周芷若成亲要娶她为妻 这是为何 其实原因有三个很简单 第一个原因是张无忌对周芷若还有感情 张无忌对周芷若一开始是有很深的感情 所以也没想过她会伤害自己 而到知道冰火导真相后 张无忌依旧难以释怀 张无忌从始至终都对周芷若有感情 只是一步步变淡了 没爱得那么热烈 可是不代表就能忘记那些曾经的喜欢和往事 所以她还是愿意娶周芷若 只是不像早先那么适合了 第二个原因是张无忌不想伤害周芷若 张无忌对周芷若不仅有喜欢 而且还抱有恩情 因为小时候张无忌得到周芷若的未犯之恩 也正是这件事情一直紧紧拉着他们之间的关系 因此就算她对周芷若已经没有那么深的感情 可是她也疑心不忍 不想拒绝婚事 那会伤害周芷若 第三个原因是 张无忌以为自己和赵敏不可能 冰火岛一世后赵敏被栽赃 张无忌也误以为都是赵敏做的 所以当时就算她喜欢赵敏 可是她认为对方伤害了自己的表妹和义父 就再也没有相爱的机会了 所以张无忌愿意取周芷若 断了自己和赵敏的念想 你认为张无忌移情别恋 为何还要取周芷若 欢迎留言订阅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